老土小伙相亲被拒,出的铁捡到钱包等足三小时,见到施主好事成了。 小悠匆匆忙忙下了地铁,她马上要去参加一场相亲。 和对方约的是七点钟,临近下班老板又拉住小悠说了一通,小悠,我们很看好你。这个月的业绩就靠你了。老板从公司创业开始说起,一直说了一个小时。 虽然小悠现在已经承担的是部门主管的职责,但是拿的还是业务员的薪水。 等明年吧,明年再不给我涨工资,我就跳槽。 在这里四年,每天忙得连恋爱的时间都没有,再这样下去,真要成大龄圣女了。 小悠心里想住。老板终于结束了谈话,小悠蹭蹭蹭地往电梯里跑。 隔壁桌的阿文给小悠发来简讯,你不是说没看上这次相亲的小子吗?怎么去见面跑得比谁都快?小悠,唉,文子,你是不知道,我爸这不是生病了吗?天天催我呢,跟念锦哭咒一样。 我妈说凡事不能只看外表,要多给人家机会。 我想住相亲的地方离我爸的医院不远,晚了顺便去看我爸,后天做手术。 唉,独生子女伤不起,这几天医院公司两头跑,多希望有个男人陪在身边安钱妈后。 阿文,抱抱,驻马到成功。 等小悠感到约定的餐厅的时候,对方看起来好像已经等了挺久。 小悠连连说住抱歉,对方腼腆的一笑,也没有往下接话。 等小悠坐下细细打亮小伙子的时候,一股失望涌上心头,小伙子看起来太朴素太土了,头发像是为了这次约会精心剪过但是与她的脸型又特别不搭。 看到她的样子,小伙子,小伙子被笑得脸红了,挠了挠头,不明所以地跟住小悠一起笑。 这顿饭吃得太尴尬了。 小悠本是个话多的人,但是小伙子太腼腆,完全接不上小悠的话,虽然她也很细心地给小悠加菜,也没有表现出失礼的地方。 但是小悠对她完全没有爱情的感觉。小悠就是这样有点固执倔强又偏执的女孩。 别人都劝她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,世间哪有那种怦然心动的爱情,凑凑活活搭火过日子就行了,再浓烈的爱情,在柴米油盐中也会消磨殆尽的。 女孩子哪,越挑到最后,越是被剩下的那个。 相亲的次数越多,小悠对自己的标准坚持得越严格,晚点遇到你,余生全是你。 她渴望做个嫁给爱情的女孩,不是一个将就的备胎。 确认过对方不是自己的菜之后,小悠找了个理由很快结束此次相亲。 当小悠提出再见的时候,小伙子脸上的忧伤掩盖不住。 她太笨了,不知道该怎么表现自己抓住机会。 小伙子想送她,却被小悠拒绝了,小悠说,车就在车库,直接下去就到了,她还有点急事,先走了。 其实,小悠撒了个小小的谎,今天担心堵车,下班的时候根本没开车,现在她打算坐的铁去医院看爸爸。 。 这次的相亲又没戏了,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?每次相亲都会怀住一丝希望,结束的时候又只剩绝望。 茫茫人海,找一股情投意合的人真的太难。 小悠想到守回相亲,对方是个有钱的中年有你大叔,对小悠说,跟住我,你以后可以不用工作,我养你。 你们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叫子。 那时的小悠出出茅庐,对未来的憧憬,看到这个猪头男竟然这样瞧不起女人,结账的时候小悠说,收起你的臭钱,这顿我买单。 。 虽然最后花了小悠半个月的工资,小悠心疼得要命,但是即使今天再给她一股机会,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 小悠回忆住往事,地铁到站了。 地铁上人很多,电话响了,小悠边走边往拿起电话。 是妈妈打来的,妈妈兴致勃勃地问小悠相亲结果怎么样。 。 其实在小悠从这头上轻轨后,相亲的小伙子也从另一头在轻轨上。 一分钟前还在一起吃饭的年轻人,转眼坐上了不同的车厢成了陌生人。 两个好朋友给她打电话让她汇报战绩。 小伙子难过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她很喜欢小悠,这是她首回相亲。 以前她是很排斥相亲的,领导把小悠的照片发给她,她一下子就认出小悠,他们是一个学校的。 那时每次去图书馆,都可以看到小悠和一个男孩子一起。 那时她真羡慕那个男孩子,可以和这么可爱的女孩在一起。 后来,女孩身边的男孩不见了,她开始独来独往。 她多想去搭讪要个联系方式,可是每一次都不敢。 后来毕业了,大家都各奔东西,没想到缘分的安排让她又遇见了她。 朋友在电话里给她传授了一些恋爱技巧,小伙子呆呆地听住,她不愿意学习这些所谓的技巧,她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爱自己喜欢的女孩,她在心里发誓,晚上回去还要给小悠发微信争取机会。 出了地铁,不远处一个黄褐色的钱包静静地躺在地上。 小伙子上钱捡起来,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些钱和一张一保卡。 这附近是医院,施主丢了钱包一定特别助击。她一直在原地等住,足足等了三个小时。 对面走来了一个急匆匆的女孩,在低头找住什么。 她上前去,女孩抬起交集的脸,竟然是小悠。原来,是小悠在放电话的时候把钱包弄丢了。 没想到竟然被她捡到,还等了自己三个小时。 钱包里面的钱不多,但是医保卡很重要,爸爸就要做手术了,医保卡丢了就麻烦了。 。 你就站在这等了三个小时啊?怎么不知道去找警察,真傻。我怕我走了,施主找过来就错过了,我原本是要等到十二点的。 。 小伙子还是傻乎乎乎的说。 小悠又扑吃一声笑了,不同于第一次的笑,这一次的笑,带出赞赏和心疼。 。 后来,小伙子又去医院看望小悠的爸爸,为他们忙前忙后办手续。 小悠突然觉得,和这样一个傻乎乎呆呆萌萌的男人在一起挺好的,除了不会说话不会打扮,其他什么都好。 。 再后来,小悠和小伙子领了结婚证,领证那天,小悠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段话,两人在一起,三观比五观重要,终于等到你,还好我没放弃。 。 。 还没恋爱的,也要加油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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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